这也是一种进步的过程 也是一种进步的过程 我们勇敢去面对它 那么在户外呢 我们也希望有更多更好的文化 更好的艺术家 能够在我们户外呢 最健康的环境呢 画画雕刻 有音乐可以听 慢慢的希望台南呢 要走向国际化 我觉得音乐艺术这个区块 也是不可缺少的 对不对啊 对 好那么 有一件事情跟大家 一个好事情跟大家分享一下 乐团呢 辛苦了这十年呢 我们募款也好 或是乐团的收入 我们特别都把它存起来 我们找了一个据点 就快好了 大概在一个月左右 那么这个据点呢 是所有爱好音乐的一个 健康的去处 不会因为户外表演 很多的困难 或是环境的受限 我们有一个家 大家可以来这边联谊 可以来这三个来联络 三个来设施 一个很健康的地方 但是给我们设计在户外来做音乐推广 会在我们岸边区 还是我们文化中心 来做两边的交流 但是我们这个乐团 有感觉说我们在文化中心之外的这个区块呢 文化比较少一点 我们是不是可以在这个中西区 岸边区 还是说北区 还是说西区来扮个音乐会 来带动这个北方的这个 艺术的这个均衡 是说这可能要大家三个来打拼 因为大家 在我们台南齐表演 有很多困难 把团表演到现在 有一个网站无奈 很多我们二冬也都知道 但是我们的勇敢去面对这些问题 我觉得也是一种学习的成长 哥平洋也给乐团鼓励一下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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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我要特别感谢 就是说我们的二冬 我们的二冬 大家出力出情 我们今天有这段音乐会 大家在台下听起来的 音乐会比较好 大家在国外 还是说在文化中心 可以听到较好的这个好课 但是我们公司都没有 所以我们才会办这段 我们的这么多东西 你知道吗 把团团三点来这里 拍摄这么多东西 希望可以让我们社会 有很多朋友 来听面会的音乐 这些出情出大的朋友 会感到生来快乐 慢慢也希望说 我们这个社会 有钱 有烂的朋友 可以来做我爱心 不管是永远家在做 还是说去教养院来好 我们乐团也在想说 在八月初我们来办一场 到身心教养院去看这个 身心受创的小朋友 好不好啊 好 这点烂花不是要给大家募发票 也不是要募金钱 是要带大家去看这些 可爱的小朋友 那些地方有差不多400个小朋友 一个小朋友都是一个家庭 你就想看看这些都 都 较普遍的家庭 有一个小朋友 这样身心比较不好 不要说话 手不敢当 大家去看看 来信会感到不一样 这是最大的意义 就要邀请大家 我们一起去看 然后大家要捐个红包 捐个米 或者捐个发票 都可以 最重要的是 带大家去那边看看 这些可爱的小朋友 好 另外呢 我们的据点在一个月就成立了 地址呢 就在和珍街77号 那好 因为今天 这些人 面对了很多的困难 我们想说 是不是来成立一个 音乐的推广协会 好不好啊 好 好 我们看 咬下来 还是咬下来 李文胜来做会长 好不好啊 好 可以的话呢 我们赶快来成立 这样 要来表演 来说 要来推广音乐 靠自己的力量 好 我们接下来 再带来一首 也是很好听的 法国十三天 我们一起来分享 这首 波尔玛利亚乐团的 经典制作 我们一起来分享